你好 欢迎收看5月2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台九县台东段拓宽工程近日举行地方说明会 规划要在北南乡的出路村的路段 征收出路村两侧许多老字号店家 来进行树木植栽及人行道 引起居民反弹 县员杨昭信在总执行时强调 居民对台九县拓宽为四县道非常赞成 不过植栽及人行道他们觉得不需要的 希望县政府代为转达地方意见 让居民的生气和交通便利可以相互兼顾 议员杨昭信在总执行时 秀出北南乡出路村即将被征收拆除的老店家照片 表达反对公路总局在拖宽道路之余 还要拆除他们的家园 设置植栽和人行道 所以说本期就是因为 我刚秀出来那些图片 就是为了他们的生计 几十年来他们都为以为生的一个店面 如果说硬要拆30米 整条道出路到美龙那一段 你下一次再走过去 拖宽完成之后 你就没办法办公点了 成为历史了 跟顾问公司讲 秀出来到现场看看 人都将心比心 我们不可以说 我们要整个道路我们都没意见 但是标准的道路就好了 不用做到一定就要拖得这么拖 拖得人民的心目都吹起了 这个部分请县长务必跟我们的一个建设处 要帮我们把这个关 一定要极力的向我们的公路总局来做 做一个回应 反应 如果说如果是议要拖 到时期的时候 我一定要拖整个人的时候 在道路和抗议 台九县出路段因为路幅较小 每逢廉价及暑假 容易形成拥塞路段 因此公路总局规划进行拓宽为四线道 及植栽与人行道的30米景观道路 不过地方认为设置植栽和人行道并不实际 这一条一直到美龙隧道过后 都是22.7 不过目前好像看公路局那边 好像并还没有真正的确定是要这个宽度 目前也只是在谈 因为他们大概确定了以后 大概会再跟地方召开说明会 这一部分我也有请同仁跟公路局那边反应 就是说这个可能要涉及到部会 可能要内政部营建署跟公路局这边看怎么去谈 今天这个部分请县长 务必跟我们的一个建设处 要帮我们把这个关 一定要吉利的向我们的公路总局来做 做一个回应 台九县台东段的拖宽规划 因无法贴合地方的需求而每每遭到反对 民众还是希望负责的单位应该实际了解地方的需求 让生计及交通便利相互兼顾 才是最佳的方案 记得潘君为台东市报道